锦衣支下番外103 路易发现媳妇给她招来个情敌 这可如何是好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铜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生疼的手臂 故意窃窃的低声说道 小女子原本不是红叶镇的人 我的家乡遭遇水灾 亲人都死光了 逃难到红叶镇 身无分文 吃也吃不好 穿也穿不好 天天做噩梦 就在我以为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 碰到了昔日一同长大的好姐妹 就是新月阁的梨花姑娘 你与梨花是就相识 很少有人敢骗欧阳楚 狂妄的她看着眼泪汪汪的惊吓 心中有九分心了 在一响手下告诉她梨花说过的话 基本被惊吓糊弄过去了 回公子 我们又是曾在一起玩耍 今下宛若细引发作班 哭哭啼啼地继续道 那日我正在新月阁梨花姐姐的房中休息 有人来催 可姐姐不舒服 怕扫了公子雅兴招来干娘的责骂 姐姐才让我冒名顶替的 望着正在膝头上的惊吓 阿赵并不全信 她在欧阳天身边见过形形色色的漂亮姑娘 可要说眼前的小丫头跟风尘女子扯上关系 她不信 无论如何 只要欧阳楚肯放她一马 细枝末节何必斤斤计较呢 林林看着唱戏的外甥女 陡然一起在风链奥她浮着路易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的情景 可如今 林林再次提醒自己 回去好好研究医书 一定要把外甥女的诗意证治好 欧阳楚问清今夏的名字 住处之后 谁是轻浮地摸她脸颊一下 今夏怕她起疑 没敢躲闪 林林瞪了欧阳楚一眼 敢怒不敢言 而旁边的阿赵 黑眸中闪过一丝怒火后 很快消失不见 经过欧阳楚的允许 林林 静夏坐上回忆馆的马车 阿赵依旧驾着马车 一声不吭 车厢中 静夏透过帘子的缝隙望着阿赵背影 心中甚是没底 因为她十分清楚骗过了欧阳楚 不见得阿赵会相信她 林林心中反复思量 欧阳老夫人很明显是慢性中毒 之前那么多郎中 绝对有人诊出她是中毒 为何不说与欧阳天呢 午后 马车最终在医馆门口停稳 阿赵一跃而下 摆好马灯后 说了句请二位下车 后 迈开大步先进了医馆 医馆中 路易很有掌柜的气势 坐在一旁品查 盖书和谢霄一个算账 一个清理地面 刚刚马车一停 三人立即做出假象 给阿赵看的 谢霄把手中扫着往门后一扔 喊道 林大夫 你们可算回来了 一上午好多来专门寻你给看病的 你却不在 哎 掌柜的 你说这一上午 咱们得少赚多少银子 你小子闭上嘴 盖书拿手中算盘悄悄圆圆的头 训斥道 早上林大夫出诊 咱们可是受了人家诊惊的 怎可再说这种话 脑子被门外马踢了 盖书 谢霄摸着头 撅嘴走到一边 阿赵公子 您稍等 今下把衣箱放到柜台上 拿出玲玲开好的药方 我这就为您抓取药材 有劳了 阿赵眉眼柔和地看着惊吓 一旁的路易猛地发现 仅仅过了半天 阿赵看惊吓的眼神似乎截然不同 为什么 这时候 林林心事重重地朝路易走过来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彤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